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我倒数到三的时候 你的项链会断 然后落到你的杯子里 东方美女似乎并不敢相信 当即瞪大了眼睛 当然男主不可能错 即使如此 男主的表演也并没有多少人愿意为此买单 他偶尔需要到赌场小赌一下来维持生活 当然男主不跟别人赌 只想骗骗赌场的钱 手指一按老虎鸡就是呜呜呜 做好事不留名的男主 邪魅一笑便离开了 身处赌场的男主如鱼得水逢赌必赢 虽然为了避免露马脚 他每次只下注很少的筹码 但赌场怎么可能不会发现蹊跷呢 尽管不知道男主如何做到 但相信这其中肯定有古怪 便派出保安找他 预知到一切的男主直接开溜了 来到收音台 一名西装革履的男子鬼鬼祟祟的靠近 突然掏出枪 对准收音员表示要抢劫 被保安撞见后 男子直接开枪击毙了两人 卷钱就跑 镜头一转 时间回到了一分钟前 西装革履男子再次靠近 原来刚才的画面 只是男主对未来的预见 这一回男主提前出手将歹徒放倒 并抢过枪 成功阻止了惨案的发生 不幸的是 持枪的男主却被保安抓了个正着 男主表示 这是他的枪 他待会会打伤两个人 显然没有人会相信男主的说法 这就是预见未来的蛋疼之处 既然预见了未来 就可以现在出手改变未来 未来既然被改变 也就不会发生 也就没有人相信了 好吧 既然白口莫辩 男主只能脚底抹油 把腿开溜 能预知未来的男主 轻松逃出了赌场 穿越火车铁轨时 被撞了个粉身碎火 镜头一转 原来男主还在后面开着车 刚才的画面又只是 男主脑海中的预见而已 这一次他计算好速度 极限加速穿越了铁轨 成功摆脱追兵 有预见能力就是好 可以提前看到未来的结果 然后找到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 这项能力最神奇的效果 在男主撩妹时 发挥的淋漓进去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男主在咖啡厅邂逅了 令他无比心动的金发妹 男主被金发妹的魅力彻底征服 他一眼就认定 金发妹就是自己天命中的另一半 可越是喜欢越是紧张 越是紧张越是技术变形 男主凑上去搭讪说 介意我跟你做一起吗 金发妹表示 不好意思我介意 我介意 好吧话直接说死了 失败 镜头摇过去 男主回到了几秒前 他酝酿了一下 再次走过来 关于咖啡豆 我有个问题想跟你探讨一下 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该去问服务员呢 好吧 再次失败 再次出击 可以接个火吗 我不抽烟 我不抽烟 就是这样 男主预知了种种可能搭讪的方案 却找不到一条靠谱的 直到金发妹的前男友出手相助 前男友野蛮骚扰 还试图动手动脚 男主英雄救美 靠着预知能力各种闪避攻击 当着金发妹的面耍了一番猴戏 可能是男主的操作太风骚了 金发妹被吓跑 好吧 是强不行的就示弱吧 再来一次 终于 男主挨了骚男友一拳 通过苦肉计 成功获得了金发妹的好感 撩妹姿态千万种 总有一款能说中 遇见未来的能力用来勾搭妹子 真是无敌了 很快 男主跟天命金发妹火速投入热恋中 可金发妹激情以后 男主发现自己的超能力 似乎得到了buff强化 他时不时的会遇见到未来五分钟 十分钟 甚至更远的事情 当然 电影不可能一直这样幸福的和谐的进行下去 伴随着男主超能力的增强 一场毁天灭地的巨大危机 也正在逼近 恐怖分子偷走了一批核武器 准备引爆整座城市 FBI对于核武器的下落 却一问三不知 特工淑女姐想到了能预知未来的男主 希望找到她来帮忙破案 可从小被折磨长大的男主 不想跟政府合作 三番五次提前预知淑女姐的动向 然后溜之大吉 恐怖分子这边也得知 FBI在全力找男主 决定先下手围墙 将男主除掉 就这样 黑白两波势力 在男主跟金发妹度假的 那个山顶小屋 会合了 早上 男主怀抱着金发妹睁开眼 似乎预感到了 金发妹出门被淑女姐截住 并策反 说男主是精神病 是反社会 给她看男主在赌场 突然暴打西装男的视频 让她给男主下迷魂药 金发妹懵逼了 虽然执行了FBI的指令 可在最后一刻 又良心发现向男主坦白了 男主解释说 自己有预知未来的超能力 并用电视进行了演示 男主提前说出了 每一个频道的解说词 金发妹彻底相信了男主 面对FBI的围堵 和恐怖分子的狙击 男主和金发妹 决定分头下山 当然 因为男主的预知能力 所以98K肯定打不到她 滚石肯定砸不到她 淑女姐只得发挥自己淑女魅力 表示我不会开枪 但你舍得我死吗 危机关头 男主救了淑女姐 也把自己交到了FBI手中 与此同时 金发妹这边 则被恐怖分子绑架了 于是 男主决定跟淑女姐通力合作 围剿恐怖分子 拯救金发妹 电影最后的决战到来 男主利用强化后的超能力 感应到了浑身绑满炸弹的金发妹 并预知了核弹爆炸的不祥未来 FBI大部队来到恐怖分子老巢 各种噼里啪啦的混战枪战 俗套戏马过后 男主被一枪打穿身体 不用担心 这只是他的预见 时间回到现在 他感应到狙击手的位置 而后配合FBI射杀开路 为了找到被绑架的金发妹 在地形复杂的工厂内 男主同时幻化出N个分身 从不同的方向分别搜索 这种分身效果可以理解为 男主同时预知了未来的N种可能 并把所有的可能 集成到当前的时间线上 有的男主踩到了感应雷被炸飞 有的男主则被埋伏的狙击手射杀 终于 男主找到了金发妹和恐怖分子老大 男主对老大表示 投降吧 我已经看到这里每一个可能的结局 没有一个对你来说是好的 老大不信邪 连续开枪 每一发子弹都被男主躲过 老大被击毙了 金发妹也安全了 男主却表示 不对我犯了一个错误 说完核弹爆炸 男主金发妹 淑女姐连同整座城市灰飞烟灭 什么 鸡鸡啦 镜头一转 男主怀抱着金发妹睁开眼 又是那个别有生意的上升镜头 原来我们看到的整个电影的后半部分 都只是男主的预见 男主跟金发妹在山底小屋 屋山云雨之后 能力大增 已经能预知远超两分钟的未来了 见证过核弹爆炸后的男主 直接给淑女姐打去了电话 表示要跟FBI精诚合作 就不用费心策反我的金发妹了 那么他们能找到核弹吗 电影戛然而取 恭喜你又节省了一个半小时 看完了一部精彩的超能力电影 用预见未来的能力变魔术 赌博 撩妹 反恐 类似蝴蝶效应中 时间旅行一次不行再来的概念 但故事没有蝴蝶效应复杂 是一部不错的中小成本娱乐爽片 那么 如果你有预见未来的异能 你会干点什么呢 赶紧留言 告诉贬豆吧 听故事聊电影 更多超能力电影 我们日后接着讲 关注贬豆看电影 微信公众号BDCmovie 参加每周片单投票 选出你最希望贬豆解说的电影 每周票数最高的影片 将会被贬豆解说 出现在下周五更新的节目中 咱们下期见 拜拜